造纸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原材料行业 从历史严格和公众认知角度来说 当然是传统产业 大众日常熟知印刷用纸 包装用纸 生活用纸等主要大宗产品尽管通 或技术与装备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 和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个性的需求 但总体上产品形态和功能 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产业链分布造纸行业是通过机械的 化学的或者二者结合的方法 把植物纤维加工成纸浆 然后通过手工或机器超造的方法 把纸浆及其添加剂混合均匀而制成纸 或纸制品的工业行业 造纸行业是我国重要的基础原材料行业 涉及多个产业 具有资本密集 规模效益显著 资源依赖 能源消耗高 环境污染高 市场集中度低等发展特征 呈现典型的长链条 重资产需求多样的行业特征 典型造纸产业链为林木 纸浆 造纸 纸质用品 产业分类和生产布局造纸产品按产品用途 按功能分可将其主要分为文化用纸 包装用纸 生活用纸以及特种纸 四类 其中文化用纸以新文纸 双胶纸和铜板纸为主 包装纸以香板瓦棱 卡纸为主 根据中国造纸学会公布的 中国造纸工业2017年度报告数据 同步记显示 2017年文化用纸 包装用纸 生活用纸以及特种纸生产量占比分 别为25.06% 61.50% 8.63%和2.74% 消费占比分别为24.27% 63.43% 8.17%和2.2% 根据我国造纸协会公布的资料 2017年我国纸及纸板产量分布为 东部地区占比74.90% 中部地区15.90% 西部地区9.20% 较上年变化不大 具体到各个省份的产量 2017年广东 山东 浙江和江苏产量 仍均在1.000万吨以上 分别为1.885万吨 1.875万吨 1.711万吨合1.253万吨 资本密集 规模经济 资源依赖 污染 高层行业特征 资本密集型造纸 行业目前面临较多障碍壁垒 如资金壁垒 政策壁垒等 其中造纸行业资金密集程度相对较高 需要有较大的资金投入 退出成本较高 规模经济型对造纸行业的企业来说 经济规模对其发展尤为重要 具备规模经济的造纸企业 在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提高溢价能力 降低生产及置物成本 控制销售渠道等方面 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资源依赖型造纸原材料纸浆 对纸浆在纸品成本中所占比重很高 其价格波动对行业的生产成本存在显著的影响 但是由于我国林木资源短缺 导致造纸行业的原材料大部分依赖于进口 造纸行业属于资源依赖型较强的行业 污染程度高 造纸行业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 自2015年以来 国家出台一系列环保相关法律法规 使环境治理直指造纸业 环保政策趋延 给造纸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 造纸业将继续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总体看 造纸行业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原材料行业 产品种类较多 下游涉及多个产业 生产区域主要集中在山东、广东、浙江和江苏区域 具有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型、资源依赖型和污染程度高等特点 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欢迎您分享文章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